嗨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的建筑风格是英国的中世纪的 这样一套比较传统的建筑风格 那它这个开发商呢是叫Puragon Homes 它这个房子呢现在就是说只是为展示 只是为展示而这样子建 它说放到市场上可能需要500万美金 那么我先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它的这个layout格局吧 在我右手边呢是两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左手边呢是正门处 正门的地方 这套房子总的风格呢 它是比较那种古朴的 比较古朴比较的感觉有点上了年纪的 这样子 出口处 我去个Holly 右手边呢是一个office 看房的人好多 它这个都是beauting的这个 一些书架 看着 看着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比较很英式的 是吧不是很简约的那种 右手边呢是楼梯上去 这套房子一共室内面积7500尺 那么地下室没有完成完成的部分是5500尺 左手边 左手边这里呢是一个一楼的一个房间 是双人床的一个房间 那这里呢是一个陆式的一帽间 这是一个坐着的地方 看看书 我们看一下它这种窗框用的这种 窗帘啊都是那种 非常欧洲的中世纪的风格 然后包含包括这个 洗手间那些小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这里 看看这个 这个柜子用这种搭配 金属搭配 你这种水龙头是不是有点 感觉像那种非常一百年前那种怀旧的风格 以及它这个灯 非常的怀旧 然后它这里有一扇门是宜门 宜门关起来呢 这里就是半个卫生间 我们看它用的这种墙子 比较复古 复古的元素 灯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后面呢就是马桶的位置 这样套房子 它说造的造价是三百万 那么挂在市场上的要五百万 这里呢 就是一楼洗衣服的位置 非常的 非常的复古 那些元素非常复古 穿过来以后呢 左手跟右手都是一个衣帽间 他还喜欢用这种金属搭配 搭扣的感觉 人太多了 一波接着一波 这也是 英式英伦风格 英伦风格 然后这右手边呢 是一个大的这个房间 算是主卧吧 但他这个卫生间呢 不在这个房间里面 是在这个位置 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这是女士的 梳妆台 这里是台盆 然后右手边的是雷浴房 这种风格 浴缸 这种金属可能是镀金的吧 我觉得 否则这个造价300万美金 感觉 好像怎么说呢 水晶灯 主卧的卫生间 是这样子的 比较的复古风 跟之前拍的一套呢 是风格非常不一样 之前它是现代风 这个呢是富古 那这里是建门处 建门处呢 我们现在去这个 这里就是那个地下室 地下室还没造好 那么我们去客厅看一下 这个客厅这是餐厅的文件 这是一个大开间的厨房 这个柜子 客厅 看一下这个梁跳高 非常英文风 大的窗户 英国中市级的风格 这是后院 五个比较大的院子 可以打开 哦是叫售纳柜 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看这个壁炉啊 它用的是真的这个壁炉 上面有灶的那种 看到没有烟囱 它是烧的 真的火 这样一个结构 看它这种装饰摆 这有非常的古老的感觉 像那种文物 有历史历史悠久的感觉 这是侧院 这个现在因为不能让你们出去 都难救的 就这样看一下 就给大家看看 这个大致的这个layout 这样一个layout 看一下厨房 人都有多少多 他还喜欢用金色的进去 感觉金银灰晃的这种 我感觉这种是50岁的人 可能会比较喜欢 45岁以上的年龄 会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对 现在 现在就是一个大的倒台了啊 那冰箱我们看到也是两边是那个 两边的冰箱也是这样子的 这是个冰箱 看啊 那头也有一个 看一下这个灶台 非常的 非常浮浮设计 这里呢就是 怎么说呢 它算是一个made room吧 算是一个made room 这是墨绿色的这种 乡村田园风格的哦 这个大理石台面 那边就是个车户的位置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给大家看一下 这套房子的 是呃 感觉是非常华丽的 啊 我们说有点凡踏 我比较复杂吧 看个人喜好 有的人喜欢这种 这种风格的建筑 它上了二楼 哦 这都是一些古老的文物吧 我觉得都是有点历史年代感 那这是一个套间 二楼的一个套间 衣帽间 写字桌 这也是个衣帽间 这里呢里面就是个房间的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 微信间 二楼套间里面的一个权位 豪华是豪华 就是这样的豪华呢 就是不同风格的豪华 是比较复古的 这是里面一个房间啊 这可能是中老年朋友比较喜欢的这种 设计的感觉啊 元素 好 左手看一下 左手呢 先去里面看一下 里面呢这里两个房间 这里还有个卧室 布鲁士的衣帽间 这个是机房 这是个健身房了 这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双台台里面是个护法座 这里是二楼的这个厅 很大的一个family room family room那边还有一个阳台 啊是这样的一个歌曲 二楼呢是三房一厅 两位 最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楼楼上来一楼上来一楼半 啊这是像一个房间密室啊 可以小孩子里面练练舞蹈啊 太太舞蹈或储藏东西也是可以啊 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歌曲 不知观众朋友们 实不喜欢这样子一种一套风格的这种 复古的房子呢 好现在是车库了 两个车的车库 以下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这套房子我个人觉得呢 非常好非常好的一套 豪华的大别墅 只不过是风格的关系啊 有的人呢喜欢现代的 但是总的来说呢是相当不错的一套 艺术品啊 可以说这么说是非常不错的一套 值得欣赏的艺术品 它里面一些东西啊 看上去非常有年代有价值感的 非常是好像是收藏的那些真品 但是也没具体去问 估计是看上去有点像这样 否则也不可能说是造价三百万 然后的话呢 如果放市场上卖的话五百万 那么正是今天我带大家拍的一套房子 是英国的中式级风格的啊 跟大家一起欣赏 那么下一期呢 我会拍另外一套 今年二零二十一年 由他参展商这个房产的这个 寻展的另一套房子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们下期见 一个月的 那大家发现 我赞 订阅 didn't know 我这个房子 很好看 明天 好看 感谢观看